《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一的《熱浪碧人》 今天我們帶了一個沉重的心情 向我們一位朋友周錫輝校長討論 他是一個很壯年 六十幾歲就是壯年 六十歲 六十歲 跟我一樣 我們很多年都六十歲 六個一應該是過生日 我們右手邊這位剛才回應我的 就是茂次宏先生 你應該跟中大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屬於中大有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成員 我今天純粹以一個個人身份上來 周錫輝就是一個小組的核心成員 最核心的一個人 可以說是有一份一次過創立的 大概六七年前左右 茂次是一個學生組織學聯的代表 你跟周錫輝校長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今天上來都可以個人身份 因為我認識他去年在中大學生會做的時候 因為處理女神像 於是就跟校外關注組成員 見面合作 所以就認識他 有點淵源 其實我跟周錫輝校長不是很熟悉 但我是認識的 還有很多場合都看到他 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我幾個禮拜前 原本有一個節目想請他做嘉賓 叫做《講香港話》搞德育 講國民教育 我很想請他來 剛好那天他因為有其他會議要開 所以我說下次才行 誰不知下次就沒有了 因為這是我覺得下次的東西 我覺得是到我這個年紀 特別是很緊張 我記得在我浸會的同學 經常都說吃飯 下次呢 終於我有一個好朋友 因為有肝病 又是我們再見面 不要下次 所以我覺得以後真的 以我這個年紀 再去吃飯見面 不要等 不能說有一件事 我想我們要補充 在我們那班關注組成員當中 我們基本上是有六十年代畢業 以中大為例 到二千年都有 基本上在橫跨四十年 大約成員有二三十個 其實周錫輝當中 基本上他是最健康的 第一他經常運動 我聽到好像是鋼條 第二他又打很多球 即是籃球 足球 教太極 劍度 有時大概一二三 有時就會去教協 而在中大裏面 他也教了中大員工總會的成員 基本上又行山 又去打球 在我們打人當中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高血 所以我不相信報紙 聽到他在球場上撤死 我覺得為何會在他身上 我常常都接受不了 其實第一次知道 就是有Eric 他就發了訊息給我 然後他就說他過世了 然後我沒有可能的 平時每一次 可能誤會了是第二個人名 因為第一次見到他 以後每一次見到他 其實他一天就穿衣服 有時見到他穿太極衣服 我覺得這個人也很健康 很厲害 很勤於做運動 沒有可能這麼快就 那你晚上幾點睡覺 兩三點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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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星期我也是有點感冒 剛剛今天就好一點 我有些中醫朋友說 千萬千萬要 11點到12點就要上床 他說那就是令到你的人的脈絡 肝 在那個時候要清毒排毒的時候 雖然我知道年輕人喜歡上網 有時候我也因為工作上 其他時候 咪咪咪咪咪 又兩點三點 不過是不適當的 都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 所以拿回周世輝來說 以我為例 我讀書上我們也是屬於新 但他基本上高我一個代 以我們四年為一代 他就1975年畢業 我79年畢業 由於他有一年 做了新年學三會 他停了一年 應該來說他屬於1974年畢業 例如方蘇 雷敬樹那年代 鄭凱全高了一班 應該是73 由於他做了三會 所以在七五才畢業 我是79 所以剛剛四年橫掛 我比較接觸他多的就是過去的六年 因為中大有些校正的問題 很多時候一起帶來參與 參與過程當中一起去砌 對 砌的意思是因為校長或校方是萌室 有很多因素 其實香港八間大女廣 中大有一個很獨特的位置 和很獨特的個性 無論學生或是Daisy 或是校友 基本上在中大畢業的人 跟其他特別港大很不同 因為我們就比較以前讀書時代 始終在新界裏面 那些人早年的交通不太發達 可能會踢對拖鞋 穿牛仔褲 七十年代的學運很風氣的時候 那些人就穿白襲衣 藍者褲 整個很親中的人士 走出旺角火車站去買東西吃 去教野校 去補習 周錫輝從那個角度 他就是那個年代的人 當時他參與保釣 社運 到89年的六四事件的時候 他就跟蜜樂新等人搞民主大學 所以最近有很多文章紀念 而有些人就因為 在那段時間參加民主大學 認識他 在橫跨他一生 我以我有限的認識 他早年是專門教學生 接著大概有三十年時間 就在上水那沙 有教師 跟著副校長 跟著校長 我自己有兩個侄子 其實就是上水那沙學生 但他們現在都三十幾歲 最後就是在2004年的時候 之前因為你知道 那時純粹在那沙有一個 所謂在網上有些欺凌事件 後來解決了這些事 那些學生亦都被法囤下了一個判斷 有些人就要去勞改 有些人就判入錦教授 最後他有一次跟我說 就是那沙會的那幫神父 那幫修士 其實是相當很信任的 但他自己過不了自己的良心 無關 所以他就離開了退陰 我也在那段時間 特別對他的印象深刻 因為我們有一次 記得有一個辦學團體 教一個研討會 我也是來到做分享 很多是遇到這些不開心的事 用的校長又或者是校學方 特別是閃不肯來的 而且來到他願意說真心話 我覺得這個很難得的 那個印象非常深刻 這次你跟他講的自由女神像 民主女神像 你看到的是 周校長怎樣堅持 當日我們突然收到學校 說不准擺民主女神像 其實在自己學生會中 我們開會談 究竟怎樣處理 我們是不是要堅持擺這個東西 其實我自己就非常堅持 然後我們一起談 談完之後 我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堅持 因為背後的意義是很重要 他確立了在這裏的時候 確立了中大作為一個 中國人的大學 中國人的地方的大學 是不可以在這些位置退縮 所以我們就好了 落到一個決定就是 民主女神像一定要擺中大 我們就想 那學校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這些問題呢 於是我們就尋求尋找一些校友 找當年國商之處的朋友幫忙 處理過一些問題的朋友 那天掉進去的時候 很多在場 是呀 之前那晚其實我們 之前都一直有開會 在學生會的地方 找了很多救生 其他搞國商之處的朋友 學生部的一些老鬼 就一起回來開會 然後到學校真的出信 我們就即時搞了幾日招待會 當時周世輝先生 他怎樣做軍師 怎樣支持你們的年輕人 我覺得他不是那個軍師 他會不斷給我們意見 而且那些意見都是很重要 但他會給我們試 這個真的很難得 無論是在之後我們學生會 他給你意見做分析 但他是由你們決定怎樣做 是呀 我記得有一個印象深刻 就是試過一次 跟校友關注組的朋友 談民主的上場公投的事情 當時我們就說 可能到時大選 學生會大選 連同一起做公投 但是周師兄也有分享到 其實他也不想那麼遲 他就跟我們分析了很多原因 但他最後最後一句就是 無論你們怎樣做 我們都會支持你 其實有些中大畢業的同學 有一個藝術工作者 叫梁寶珊 他怎樣形容周石輝 他就說 他雖然做得人的父親 但是Daisy 他絕對做得他父親 我也做得你父親 但他是做得人的父親 但是他沒有一種父權的主義 梁寶珊最近在讀 《讀案》媒體寫了一篇文 他就形容了一篇文件 我覺得是很正確的 回顧當日周石輝 在6月3日有不同年代的校友 在這麼多校友或學生當中 說話最激 以及最有實質內容 也說話最激情的就是他 他當時說的話 今天現在很多小朋友 包括我 包括不同年代的人 都將會在他身上 將會放上Facebook 再去看 那句說話是什麼 那句說話 不是 他前後說了九分鐘的說話 但其中最重要的說話 就是 香港是不是真的棄數以盡 如果香港棄數以盡 連一個民主女神都容納不到 中大 你用一個所謂政治中立的理由去說 你是比虛擬當中更加虛擬 接著他就 評迫當時的校長劉俊義教授 就說 這個簡直是一個 九流的校長 不是排第九個狗 是一隻九個狗 金魚 是向中國共產黨 是黑球 這個完全是令到 所有中大的私生校友 以及所有社會人士 是抬尾投擬 基於這樣 他就連同當時的學生會會長 以及Daisley 就操去行政樓 他叫民主女神起鬧 然後剷去 學校的中央那裏 那時審祖義女就在海外 他就閃開了 後來回來他就處理這件事 當時整個那天是很激情的 不過我覺得初期審核也做得不太好 還有一些閃熟 他現在也閃熟 是嗎 那天我也在 那天記者之內會 我負責安排 拍攝 那天記者之內會 開頭其實也有我們的同學 學聯會代表 阿里恩和威爾斯組學生會代表 就說 其實大家都很生氣 但可能我們更小 我們都嘗試鋪陳一些東西的時候 感覺好像很冷靜 但去到周四英那時 真是甚麼火都出來了 因為他說的內容 是狠切地打動到你 而且那些是真的大意想炎的感覺 是沒有辦法去喬裝出來 也沒有辦法用言語去包裝得到 他當中背後的理念 是真的很愛這個地方 很愛這些文化 他才可以很理直氣壯地說這些東西出來 而這些不是經過計劃 那你們有沒有學習到 怎樣將自己的激情 是化為言語影響到其他人 有沒有學到這些東西 我還想學 不過時間太短 認識他太遲了 所以好像Daisy說 他們先後幾間學生會 我也是透過搞這些 接觸他們 在現在的同學當中 他們的情緒其實都很差 例如現任的學生會 一個副會長 一個聖業的女同學 她昨天在Facebook說 我還是有些話要說 我懷念周師兄 就說最近我民主女神的修緝工程 他怎樣去 將很多責任 本來就給學生會做 但是周世輝自己攬上身 又幫我去分領 找過那些所謂的裝修公司 去處理這些東西 那我的責任 其實我在校友當中 我還負責籌錢 所以就 有一點覺得很遺憾 就是在兩個星期四前 周世輝打給我 我就猜到他 我猜到他可能 未來的星期日 就是國民主女神 濕執工程完了 就有一個所謂 重新開幕的典禮 我就打算進去 純粹是找數 因為我們校友當中 現在找到一個永久的地點 是的 現在壓住在那裏 我不知道學生會怎樣 難怪你所說 審後長仍然是 我們的體驗很簡單 敵不動 我們不動 壓住他 就是勝利的 因為如果你要搞下去 很多事情很複雜 因為怎樣搞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那個象徵性的意 跟港大國相之處一樣 不同 因為久不久 有些人真的看到 很多國內的人士 他們很多人叫大叔 你們曾經有些學生生 有些大叔大嬸 就從一些國內人士下來 可能有些是交換的學者 有些是純粹照行的人 就真的在中大那個地方 進了大學站出來 他們就看著那個 所謂的民主女神 在那裏沉屍了很久 我覺得那個地點 是非常有參與 沉屍了很久 選擇也算得很好 所以現在 因為回顧去年六四 當晚 周石斧也在延長 我也在延長 大概有三千的中大私生校友 加上社會人士 一起操入 互送進去 那個氣勢 那個氣勢 很感人 真的很感人 很感人 如果用一個西方的說話來講 在一個Defining moment 就是一個勝負決策的時刻 就是那個開始 那個場合就是 周石斧 李卓人 黎英雄 互送至整個民主女神 就這樣再立下去 所以那個情況就是 我想他現在中大校方高層 甚至社會人士 沒有人敢否定當日的氣勢 那種社會的文樂 社會氣氛 我想基於此 而周石斧當中 做了這麼多工作 令到 更加 他的小孩 那些九十學 好像Daisy的年代 更加懷念他 很多人真的很懷念他 其實我也不明白 還有一個校長 有這麼多校友 有這麼多同學 不斷支持這件事 而他們正在延續中文大學 創校的那種精神 為何校長不可以這樣 給了一個機會 去延續這件事 為何會這樣 這個 基於政治考慮 這個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錯誤 有一次 我私下曾經跟當年 有一份主要人士聘用 劉俊義教授的其中的人士 問他當時劉教授離開 你自己有沒有後悔 當時那位老前輩就跟我說 不可以說後悔 如果後悔 就否定了他當年 在海外回來香港工作 這樣說 但是 我只能夠說 例如我們關注組 會不會校長的心 不是單獨做一個中文大學校長 他聽說是一個經濟學者 這個說法是其中一個看法成立 另一個更加最重要的看法 如果你問我自己在 在中大畢業生三十多年 我覺得當時 令到周錫輝或是另一班老的校友 那一段戲最不順 就是當時的校長 是將中文大學最引以為傲 甚至在全世界華人 引以為傲追重的人 就是人民精神 在中大來說就是摧毀 甚至有些人覺得 是一種徹底的摧毀 這是最可惜的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校友 當時最早就跟他說 你完全徹底 在中大來說去中文化 我們出了一本書 就是領導頭痛的中文 然後 再有人吵他 但他再不聽 就再出了一本書 叫做《立此傳召》 就說我們將我們的看法 人民精神的傳統 為何這麼重要 就是出了一本書 但那班高層 我都很難解釋 我都很多時接觸他們 跟他們談 但我唯一的感覺就是 他們可能有他們背後的意情 第二 他可能是將個人的野心 目的 透過中大這個 變成一個踏的石 去第二道 是 只能這樣說 所以你看到 到今天整年 劉遵義當日 在去年離開中文大的時候 6月30日 很快的 因為當晚 我們有些朋友 是做大學校董 他6時多接到大學校長辦公室的主任 就傳了一個電子郵件出來 說劉教授以後 電子郵件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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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裏找他 他那時就去了中信 泰府一個研究 做一個副主席 專門做基金 和國內的經濟 7月1日之後 自此 劉遵義 跟中大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東西 再有機會 允許回頭 在任何場合 沒有再出現 你會見到這個人 是徹底 將自己跟中文大學的關係 是割蓆的 從來過去那麼多力任校長 是未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我想不忘記這個不開心的 有可能 這個不開心 其實他不是他不開心 Daisy也不開心 很多人都不開心 秋實輝不開心 為什麼在退休的時候 用了六七年的時間 用那麼多精力 不惜得失那麼多人 甚至很多是同屆 先後屆社會人士 很有頭有面 很多是你們的朋友 還說你們的朋友 為什麼我們要得失他 其實歌詞用語的原因 就是一種教學的理念 一種教學的理想 甚至說得嚴肅 是一種做人的理念 當時劉校長也有提過 想用英語教學 但是從來中文大學 都是中英一併用的 為什麼他要特別的 說出英語教學 那麼嚴重 那麼重要 甚至學生會 現在還在跟進這個問題 我們每一屆 就算換屆也好 我們都很堅持有一點 就是中文大學 一定是要用中文 用中文的意思 不是排斥英文 就是現在校方 就是不斷地製造假的意願對立 就是中文 一旦要中文一旦要英文 你說你要堅持用中文 即是你否定英文 你否定英文 其實同學就會開始覺得 你學生會在那裡搞笑 但事實就不是 我們要堅持中文的時候 不等於一定要否定英文 他就將我們擺在假的對立位 就是我們現在要國際化 國際化是什麼 國際用英文 我們要行國際化的老師 是否等於用多英文 所以教學的時候 就要用多英文 中文就是你自己調節 或者你某些重要的科學 可能哲學 歷史 他覺得有需要的 就叫做給你用中文 就完全否定了老師的選擇權 以及中文的歷史任務和價值 因為我們一直都很想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不用中文 不如叫香港英文大學 真的很搞笑 就是最簡單的一個位置 周成輝在這件事上 他有什麼態度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官司 就是語文教學官司 九月底就在中審法院 最後一戰 我們那邊的代表律師就是張建利 中文大學的代表律師 就是在英國上演一個很資深的大律師 叫做Norne Nester Norne Nester在全世界很出名 就是打人權法的官司 我希望 九月份 你怕不怕 Donald又在立法會上說 連學生團濫用司法程序 這個不是濫用 這個已經濫用了四年 整件事已經磨了 前下磨了四年 由高等法院 跟著上訴法院 今次到終審法院 當然我希望 因為這個官司 其實是一個歷史紅樓來講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在香港的整個 所謂教育發展史裏面 有幾件事是很重要的 中文大學這次的語言教育官司 跟創校的精神很有關係 是一個很重要的官司 另一個當時最重要的事 就是講學術自由 你記得教育學院 李國章 政制干預羅范之芬 干預學術自由 是另一件事 這兩件事 在當代香港社會發展 教育發展裏面 是一個很經典之助理 我記得在我們經歷過的日子 當然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中文成為發展裏面 在這件事 周錫輝也應該有參與 有參與 我待會回來再談 周錫輝校長在其他 種種不同的社會運動 他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在《明報》看到 看到有華叔的時間 就會看到他在身邊 於是說他等於華叔的保鏢 處處都照顧著華叔 那這件事是給我們再談 第二 我覺得很悲痛 就是香港社會近期 那個打壓的活動 越來越頻繁 我們的言論空間的自由 越來越收窄 但是很可悲的 在大學一向 我們以前讀書 我們都說 大一個應該崇尚自由的地方 竟然這些空間都收窄 我只是想問一句 我很感嘆你說 是不是香港氣數已盡 如果真的下去的話 香港就是氣數已盡 這是一個沒有活力的城市 我們的年青人 將會是不思不想的年代人 我們不是想這樣 我們不希望 所以我很多謝我們的師弟師妹 他們這次的勇敢的幸運 第二 我會 我今天才看到 校方的 在六二號所發出這樣的聲明 他說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 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 享有表達不同見解 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 這句說話我想在我讀書 我們參與社會運動 無論是在中文運動 補吊 反貪污觸角白 和其他仁義身穿等等事件 當時我們的中大校方 真是給到我們這樣的自由 我享受到這樣的自由 我們這些同學被拘捕的時候 得到校方的幫助 但今天呢 今天我們中大校方 是一班的什麼的 所謂自稱學術上的這些 廢物來的 談什麼學術自由 他們根本沒有資格 正如剛才有同學所講 劉俊義 他接受了政協這些政治任命 他已經不是政治中立 如果他真是政治中立的話 剛才提到蔡元培校長 我們很欣賞他 蔡元培校長真是有用乃大 他對於不同政見的一些學者 他拼任 他容許他們在校內 在不大的校內 他們作相應的 和他們政見配合的 一些學術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政要動 絕無打壓 不打壓不出聲 這個是絕對 是表示他是中立的 我們沒有需要到 劉俊義走出來 我也都不相信他會這樣做 在校園門口去迎接 民主女神 他沒有他怎麼會做 他沒有膽肥女來的 他自己的狗 狗流的校長 好 其實我對這些字 起難我都覺得很粗皮 但剛才講到狗流 我都不想講 但是 都忍不住勇出來 如果他能夠像陳印郭教授 他真是在49年以後 他真是正義中立 他不參與任何正義活動 他不參與任何思想改造的活動 他不忠奉馬列主義 他只是做學術研究 如果劉俊義真的這樣做的話 他就真是正義中立 但他沒有這樣做到 因為他不是學者 他學棍 學法都不到 所以我們對劉俊義已經絕望 他離不離職 我相信我們已經 自從他是將 在中文大學這個地方 而將中文去矮化 如果大家有看 我們寫 令大頭中中文 那本書 我們關於出的 你看到 你看到內容去問 我們對這個校長的絕望 剛才大家看到的片 我們要多謝毛次雲 就是專門在YouTube 我們找回來的 你看到 周世偉校長 在中文大學的時候 就是慷慨陳詞 五分鐘那麼長 他真心相信他的說話 是用這樣的激烈的方法去表達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的特首 我們的局長 我們的議員 能夠用這樣的方法 在議會和我們去議事 我想香港是一個不同的社會 在我身邊 現在多了一群人 叫做Jekyll 他叫做周樂衡 周樂衡 他說他是 周校長 心目中有一個 都不是這麼乖的同學 不過呢 沒有請過你去這個校長室 聊天 沒有 你怎樣懷念這個 是離開我們的校長 主要其實都是 小時候 在新加拿梳讀書的時候 其實 那時候 就不覺得他好 就是覺得他是一個 很煩的老人家 因為 其實他每天早上 組會的時候 報告事項之後 他就會拿梅 然後說多兩句 然後他又會 一大輪 然後他一說 就會說兩三個字 但是除了考證方面 其實他很多時候會說一些 關於社會議題 尤其是 做人的道理也要說一下 做人的道理也有 譬如他會經常說 做人要有義氣 那個義氣就是 義者 就是義也 而且每逢都都 差不多六四七一的時候 他就會在那裡 灌輸給我們 即六四要平反 中國要有民主 當年這個 中國是屠殺的人民是不對的 但是 當時小時候其實是反感的 即是 不是不支持平反六四 和七一上街 但是 當時小時候就會覺得 因為你作為一個校長的時候 其實當時就會覺得 你和學生其實是一個 權力很不對等的關係 要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而且又強行地 要大家站定定在那裡 聽你灌輸 但是你今天再想回那個情形 你會覺得 實際上 走到同學的裏面 和大家去 做這件事 你會如何做 提出一個意見 現在會覺得是 還有另一方面 也會覺得 當整個社會 如果是 講到權力關係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是 當權者是 很多的不時 亦都控制了很多 主義教育 或者是傳媒 其實 真的需要有人 將這些聲音 去放大 是 不過奇怪的是 在一個教會學校 天主教其實是挺保守的 是 校監 辦學團體 沒有提出意見嗎 沒有叫校長要收斂一下嗎 當時來說 其實 學校那個 宗教的風氣 其實就不太強 不同 其他教會學校 可能會 之後要祈禱 其實都沒有這些 當時 很多老師 其實七一上街 會見到他 是 六四 你會上街嗎 我去年六四 都有見到 周師兄 因為學聯那邊 其實一直都有去 資源會的活動 其實去年 平反六四的民主遊行 都見到周石斐 去年六四晚會都見到他 所以 一直以來 他都有參與 所有平反六四的活動 最初我也不知道 他是以義工相分 我以為 他是那些 神秘的 很核心的人士 有空才出議 我都沒有直接 我完全沒有直接問他 我都是看報紙 這段時間看報紙 我才知道 原來他 一直都有幫助 是人工 你怎麼看今年六四的人數 我想今年六四會有很多 很厲害 因為起碼沒有了兩個 華叔和周石斐不在 由於周石斐差不多 正如我所說 由六十年代中大校友到現在 很多人都會認識他 所以包括學生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幾個因素 再加上現在的艾未未 劉曉波很多政治氣氛 我相信 人數第一 不會少於去年 我相信大概十五萬 差不多 十五萬 你猜十五萬 最少這個數 我相信 每一年到這個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特首 在立法會上 當他在達文大會上 總是有些事情 好像叫我們 曲線支持 有些時候 是否曲線 叫大家上街 我感覺 第一 屁股 就決定了他的腦袋 是 是 如果我問我 如果我現在是責任權 我老實說 我就勾出去 你要求功名利錄 你都拿了 第二 如果你想再拼 老實說 阿爺 想做政治副主席 阿爺看著你這麼久 你再想拼多多少 他心中也有數 你自己也心中有數 與其是這樣 我就覺得 倒不如 為香港的兩制 為自己說多些事情 這方面 但我 有時候是很難的 因為真正拳 我相信和以前中大校長 劉俊耀差不多 他們那些人 那條脊骨 現在不是那麼直 他那條脊骨 可能扭下去扭去 奉認上頭的 揣摩上面的意見 揣摩得很厲害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法治 而居然在立法會上 講的那些關照 就等於是 覺得 法治都應該是為他的行政主導 而好像要讓開 而服務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 怎麼看呢? Jacko 其實這兩天都會很懷疑 究竟那些官是否在曲線支持 每逢大日子就會說錯說話 而且很誇張 對 Jacko 我想問你 你最後一次見周世輝校長 什麼時候? 或者有機會接觸 應該是民間電台籌款 去年 去年年尾 那晚我也在這裡 那晚華叔他坐在我旁邊 在旺角 在旺角 順便向周校長做了一些懷念 六四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教六四 今年我們除了去一些遊行 還有當晚的集會之外 接下來星期六都會寫 憤不治 就在旺角 希望平反六四 你不怕會被人說你是塗鴉嗎? 那條罪其實很有問題 我希望透過這個行動 令到大家再關注 他是否濫用法律條例去做 無論是行政還是警權的控制 除此之外 我們今年都可能會搞絕食 六月一日至六月四日 在時代廣場那邊搞 這就是我們嘗試去透過不同的方式 例如身體、歷史鋪排、陳述 希望令我多些同學去參與這些事情 和了解 這個特許政府是不堪的 牟超雄 居然在蒲羅灣的時代廣場 已經被證 是一個公共空間 居然可以用這個 跟劉俊一一樣 可以用這個 政治中臨 不是 他不是政治中臨 是 他引用一個 食物安全的條例 和娛樂牌照 是這麼離譜的事情 所以今天有些小朋友 即是大學生 在他們自己的Facebook 所謂狀況 Status裏面 將政治中立 Copy and Pitch Copy了 整四十個政治中立 轉型中立 我想問題是 現在香港整個社會氣氛 向北岸向得很厲害 他本身 我想我們在2003年 有一個 所謂Sip 之後 我們無論是經濟 要靠上高 現在變成政治上 都被上高完全操控 開始文化上 都操控 這個很簡單 你看回現在 無論是無線的劇集 或者亞視的劇集 相比國內一些拍的劇集 沒有那麼好看 如果你有看國內的劇集 就好像潛伏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 有看 好看的 現在有手機 現在手機正在播放 如果你看回那段時間 去年 他其實正在播放國內的節目 國居 國內香港也要播放 國居 還要剪得濃縮 真可憐 所以問題是 你見到現在 國內有些文化的節目 他一直都開始 都會滲透 當然 國內有很多文化 其實從創作角度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有些人是不錯的 但也有很多 負面的文化 我也有聽過 例如說 《盜拉拉日記》 是一個blog開始 電視劇 電視劇 電影 我在後邊的那個 就有看到 blog那個階段 反而我是沒有 不認識到 比較少上內地的網站 如果是反映出一些 他們是OL 或者是一個向上心 在一個外國的企業上辦事 怎樣可以一步一步升上去 他有他們的文化背景 所以你會見到 在現在的大環境裏面 在香港 其實越來越少人 能夠堅持一己之見 他覺得為一個正義 為一個社會的公義 而堅持一己之見 的人力越來越少 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你看到周石灰 他這種的情操 更加難能可貴 我仍然是喜歡 劉瑞兆那種說法 實際上很多時候 是香港的官聯也好 特首也好 自己掩蓋自己 對 是自己覺得我這樣做 阿爺就不會掀起 還會給我堂 不是的 當然不是 對 我想是我們影視界的朋友 當然有些人都說 有些人都說 有些人覺得他沒有意義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 曾經涉嫌說 不准他去大陸開戲的導演 終於 他不是都在裡面拍戲嗎 包括 最近我們說到 新來革命一百周年 如果沒有十月圍成這套戲 可能我們又對某些烈士 忘記了 所以十月圍成那套戲 其實是令到新來革命 人們的感覺是強的 香港是有很重要的角色 是對於祖國的進步 祖國在國際社會上 真的能夠有一個定位的好 請問你有沒有回鄉政 有 有 你不像同歸人這樣上不去 很可惜 有 為何要可惜兩個字 因為他覺得我沒有威脅 所以他就給我回鄉政 我又想問你 你今天做社民林主席圖軍行的 當作助理 你做這類工作 其實現在想起 以前你在上水那沙讀書時 不多不少會不會和鄒石忽有關 他刺激給你想 做事有時要顧及社會公義 一些社會的發展 一些憑下低下階層的人的利益 其實這份工作 對我來說 與平時的運動參與有少許分別 我平時會做FM101 是一個電台和抗議團體 所以其實在我做現在這份區議員白事處助理之前 其實也有參與這些運動 有否受到鄒石忽校長的影響 也絕對是有的 其實聽起來 可能當下有些事情會覺得煩 或者不同意他的表達方式 但是有些事情會進入了腦 譬如他是說 作為意氣 或者是有某些事情他的處理手法 就像當時我們學校發生過一件 就是校園欺凌 但是其實之後會覺得這個人是很有擔當 還有他當時有一件事我很記得 就是他走進去我們班房間 跟我們談 就是中六中七的同學 他逐班去 其實一個校長他不需要這樣做 也來到又要讓我們批評 當時其實 可能是沒有什麼成本 又有點不負責任 就是批評學校這樣那樣 但是回想的時候 其實一個校長他會 但是你的同學願意這樣去說 也有愛的學生才會說 如果對學校是完全沒有心 是 哇知道你了 我明天就離開了 或者沒有 不過我回到學校 我只是為了可能 令到爸爸媽媽沒有那麼失望 其實那間學校會很覺得 那些同學都會很覺得 大家是被尊重為一個人 很多時候在學校裏面 其實是類似一件課品 你可以的就可以 你不可以的 你就等待被報仇 那你當日你們覺得 周世輝離開學校 即是說宣布辭職 要負責任 你們現在想回 即是有些人就 在報紙專欄寫 就說 以他這樣的行動 其實就很愚蠢 為什麼呢 其實那件事 其實嚴格來說就不關他的事 但因為他覺得自己有一個獨得責任 自己最終要背負責任 所以要選擇去辭職 那你作為學生 你怎麼看呢 他當日宣布辭職的時候 你們的內心 感覺如何 當時其實很佩服他 因為其實他真的 可以不扶負責任 因為直接不是關他的事 但是他會扶負這個責任 我會覺得 也是他對學校的其他老師 是有一個信心 即是沒有了他 即是等於追求民主一樣 不是說沒有了誰 而是相信大家可以做到這件事 即是你的身火相傳 我覺得是做到一個 參加公民社會工作的人 還是有可承擔 這個很重要 剛才說到有這個 是會鄉政 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也是會鄉政 我到大陸就試過 是被邀請 在一個休息單裡 是坐了45分鐘 那當然我覺得 什麼問題都沒有 因為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團 不過是令到我的團友 要陪我等 我覺得是不好意思 即是內地在敏感的時間 對某些人的名單 是有一個特別的看待 所以你不要以為 有一張回鄉政 等於可以順利地過 不是 周後有有沒有回鄉政 他是一個羅湖人 他是一個羅湖人 我理解就是 其實他在美國生之前 他已經那裏有一塊地 已經準備建屋 再處理一些東西 在他那個屋的範圍裏面 可能有一兩間房 用來做那些教太極的地方 招呼那些人去吃遺菜 吃吃新街那些東西 他本身是很好客 除了你會少了一位中大 關注的戰友之外 你會覺得自己 沒有 這個星期 你覺得最要失落是甚麼 這個星期是 自從星期六下午1點多 知道這個消息 我接著去通知一些 成員的時候 關注了成員 整個星期 過去的感覺是若有所失的 很多時候都不太能睡 很多時候好像生命裏面 失了重心 不知怎樣 如果你問我今天是否真的離開了 我現在 在那個感覺上 它是很存在的 但又覺得 真的離開了 有些很迷惘的感覺 這個迷惘的感覺 不單是我 就算是 很多我們中大的 同學 我感覺到 特別是那些 年輕人 Daisy那些 很多那些 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 失落感很強 這次你會最懷念 校長是甚麼 最懷念 他正直 還有很大意的想言 不是每個人 這麼勇敢地 說出所有他心底裏面的事 還是毫無保留 幫後輩 又不會去主導所有的事情 這個 無論是師兄也好 是前輩 或者是校長也好 都是一個很難得的人 都是會懷念這個 其實是一個很正氣 很疼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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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身上了一個這樣的好朋友 和一個很有正義 和能夠感染到 年輕人的一個 戰士 很難得 我很渴望 有人會從 周世輝校長的離世 他們要自己知道 在做甚麼 我想我們是 參政或是公民社的工作人員 不應該只是貪圖一些掌聲 一些算票 真的要堅持的原則 我們才有一個美好的將來 今天很感謝大家 多謝各位嘉賓 多謝大家 多謝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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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BookBak CookBak iOur CookBak CookBak 他 A CookBak I F